王洪坤是王树生大将的堂弟 被誉为军中小诸葛 他从容大度 打起仗来足智多谋 但王洪坤从小没进过学堂 为了能学文化 他先后两次求毛主席为他写介绍新深造 主席也先后两次亲自为他 向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写推荐信 通过学习 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感到终身受益 但他越学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